我这西装拿回来了吧 孟翔 刚才在洗衣店 拿回来的衣服您看见呗 二万八呢 孟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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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不好意思了 我儿子 长大以后绝对是个帅哥 不知道要避党多少女孩啊 不过 你现在还是要跟女生保持距离 尤其是那个瑶瑶 知道吗 谁这衣服啊 男朋友拿 谁会找这种人当男朋友 妈不小心给人弄脏了 我可多钱洗 心疼死我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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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柜我不是 图好胶晾亮外面了吗 什么时候拿进来的 你说这破鞋柜 你沾沾干什么呀 不知道你每次沾什么东西 弄脑都是脚 沾沾还能用吗 你看 爸爸 爸爸 好像沾上了 慢点慢点慢点 这衣服可不便宜吧 没 没事 妈 妈想呗 我 你 我 你 你是不是 有一个旧的床单颜色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大佬什么时候干下来的 跟电魔术似的 我这魔术变得也还行吗 你好 你好 我想找你们 应该是总裁吧 詹先生这么教会他 总裁 您之前有预约过吗 没有 我没有预约具体的时间 不 不过他说 送把机会 你不行 只要送到这儿就行了 你是醒店的吧 这样子 你随心把机会跟这个 来 谢谢 来 谢谢 来 谢谢 这不是总裁的衣服吗 怎么会在这里 是你 詹先生 哇 你眼力真好 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你老板的衣服 请你叫我詹姆斯 另外 这件衣服是限量版 不需要眼力 只需要使货 我们总裁的衣服 怎么会在你手里 他没跟你说这件事吗 这个过程解释起来 稍微有点复杂 你等一下 你该不会是借机会 再接近我们总裁吧 怎么会呢 我真的是非常无心 特别凑巧地把他衣服给弄脏了 恕我不够礼貌 我们总裁 已经不再追究山地车和水果树的事情了 你应该知足了 我们总裁看待女人的眼光 一向是很高的 你如果想接近我们总裁的话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我这条心从来就没活了 这样 詹先生 我这衣服已经送到了 我先走了 等等 我可能又要不礼貌一次了 你该不会是 故意把我们总裁的衣服弄脏 然后借着清洗的机会 把它调换成A货B货之类的吧 因为这件衣服很值钱 不可能 怎么会呢 那好 那你就稍等片刻 我检查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会亲自送你出门 孟初夏不会做出那种事情 我用人格保证 太敌 学长 初夏 还好吗 学长 你可是一点都没变呢 太让人羡慕了吧 什么时候回国的 前几天就回来了 我本来想联系一下 我们的老同学 但是工作有点忙 就没来得及 还是工作比较重要嘛 不知道 像我们太敌学长 这样大的高材生 要什么样的工作 才配得上呢 我呀 智商民工 理工宅男很悲惨哪 我就是会把这个工程经验 我知道 我现在也有很多工程 我最喜欢的 你做什么工程 因为你做一个工程 我现在在做工程序 你做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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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她的同伴 我觉得同伙这个词 更确切些 你刚才跟她的对话 我也听到了一些 我觉得并不善意 所以我认为 初夏小姐有权力拒绝 并且自由地离开 您说得很有道理 不过 万一造成什么损失的话 您愿意为您的这位朋友 负责吗 当然愿意 很好 您拿什么来负这个责呢 泰迪 妈们 终于在国内见当了 集团大总裁 亲自下楼来接我 我真是受複若惊 已经算待客不周了 要不是你进了门 才打电话 我可能会站在门口打开 泰迪学长 你们两个认识 我们在美国 就是好朋友了 他叫你 他叫你学长是吗 你们很熟啊 何止是熟啊 我以前叫你什么来着 孩子他妈 这么久了你都还记得 那当然 那可是我第一次做罢了 世安 你怎么认识初夏的 这个世界可太小了 我们也只是刚刚相识 不过孟小姐的兴趣多变 涉猎广泛让人始料不及 让我实在是印象深刻 初夏 对 这就是我的电话 那我们说好了啊 等会儿我就过去找你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聚一聚 好 那一会儿见 好 李先生 我要为刚才的事情向你道歉 那没什么 你也是在其位谋起事吗 有你这样的下属吗 是妈妈的福气 李先生 请坐 来 来 来 李先生 我们总裁希望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呢 大家都能称呼他的中文名字 因为沈氏虽然是华裔创办的企业 但是在国内的根基还是比较浅 所以我们总裁希望从每一个细节 建立起传统可靠的企业形象 沈董还是这么精确 严格 难道要像你一样天天穿得这么随意 哪有一点CEO的样子 真想不到如今这么流行的泰奇网 是怎么被你变出来的 李先生低调亲和 也是一种风范 泰迪可不是刻意经营什么形象 这也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 他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功 都能自始至终保存着一颗本真的心 这家伙到现在还很喜欢坐公交车呢 这有什么好夸的呀 这顶座算是宅男的癖好 其实你穿正装很有样子 记得在美国的那次宴会 几乎所有在场的女士都想请你跳舞 不要再提那件事了 最后吓得我连饭都没事就跑了 我这个人呢 对自己的智商很有信心 但是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 是我解决不了的 那就是怎么和女人相处 是 我觉得你跟那位孟小姐相处得不错 她 她不一样 她要不要谈合作项目推广的事情 刚才的电话你也听到了 我赶时间 我赶时间 那个孟 孟什么来着 好像是 孟初夏 对 她居然把触手已经伸到我认识的人身上 真是对不住孟这个好性 要不要提醒一下李先生啊 算了 他们许久没见 太帝八成还不知道这个孟初夏 已经变成了这样的女人 相信接触之后她就能自己察觉 晚宴张老夫人肯定会去吧 我记得她最不喜欢灰色 这个世界回去换衣服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小影子 我二十分钟后到你家吧 这几天乔小姐没来公司 我都不太习惯了 劝了她多少次 这才停止了天天到我这儿来 那您跟那些小姐们会面 就不让乔小姐跟着喽 董事长的远程监控密不透风 这种不重要的事情啊 就一塌好了 干杯 好了 干杯 好了 干杯 这才是家乡冰啤酒的味道 太怀念了 所以说你早就该回来呀 也省得我们初夏这么孤单嘛 别瞎说 初夏 又难 为什么你们一直叫她 泰迪学长啊 是啊 是这样的 每个女孩的大学里呢 都有这样一个男生 个子又高 笑容很严重 阳光 又会打球 读书也很好 啊 我知道 就是那种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但是又不可能跟你有什么 交集的那种人 我说啊 这种人啊 从我们上学的时候 就是我们天第一 其实在我们的学校里 一般都管高年级的同学 叫师兄师姐 可是呢 只有李泰迪 大家都叫他泰迪学长 因为只有他 才配用这个偶像剧里 才会有的词啊 又温柔 又阳光 反正就是很萌就对了 若然你这绝对是夸大了 不过听到他们这么叫我 还是感到很亲切 这一晃都七八年了 连梦想都长那么大 梦想 还记得你泰迪叔叔吗 我以前可是做过你泰迪爸爸 对 小时候的事情记不清楚了 孩子吧 我吃完了 走了啊 走了啊 梦想 现在就回去啊 你那路上小心点啊 这孩子 学长 刚进入青春期 难免不太好相处 别太介意啊 我当然明白 咱们都是从那个年纪过来的 听说你是做技术是吗 你在哪公司啊 我在泰奇网 听说过吗 嗯 我知道 那个现在很火的 哎 上一次啊我跟我同事 在那个网站上面 分享了一个美食 结果招来一个男网友 他们俩现在都快结婚了 看看 像我们这些提供品牌的人 还是孤身一人的 哎 咱美丹同行 我也是做技术的 而且也掌握整个公司的脉络 哎 二鹏 嗯 虽然说职业不分贵贱吧 那是你做个网管 也能算掌握公司的脉络吗 网管怎么办 我这儿错小事 全公司都上不了网 我的位置也算是举足轻重 好不好 没错 没错 我的职位跟你差不多 我在公司啊 也是掌管脉络的 二鹏 看你把这么优质的学长 带着说话也跟你一样 不着调了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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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学长 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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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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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错 我啊 去 你 怎么 你 电话打通了 好的 马上好 喂 谁 保险公司的电话 看来他留给我们的 果然是个假电话 留给我们的是假电话 沈哥哥 你也不要太生气了 也许大家都以为你的衣服 是现在最流行的样子 没有人会笑话你的 那些都是面子上的话 就算是猴子封的 也比这个整齐啊 要不要告诉李先生一声 他一定知道那个女人的 算了 回去吧 沈哥 床单 我一开始以为你是不愿意 让那个詹姆斯检查 我才帮你拦住呢 没想到你用床单 学长 如果你那个朋友 想通过你找到我的话 千万要帮我拦一下 行吗 那个没问题 但是我那个朋友 脾气一直不太好 我倒是真想看看 他发现的样子 我说啊 这么多人干什么呢 是啊 别开小会啊 这给一桌人呢 我都已经习惯了 他们两个人啊 上大学的时候就这样 每天形影不离的 是其他人啊 都会空气 你家那 还跟其他人 我想问问他面试的事 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先去上学书家 我先去上学书家 我去上学书家 我先去上学书家 好热啊 怎么了 你怎么不进去啊 我想回去了 为什么呀 这种喧闹的社交场合 不适合我 可是里面做的都是我朋友啊 怎么能说是社交场合呢 好了 亲爱的 要不你就陪我做半个小时 不然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嘛 菲菲 他们只是陪着你 喝酒吃肉说笑话 有谁真正了解你 没有 其实 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孤独的 比如那个孟初夏 他要不是因为丢了工作 需要你帮忙的话 你给我闭嘴 你可以心情抑郁 不顾我的感受提前离场 好 谁都有任性的时候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 这么说孟初夏 他是我入职见到的第一个朋友 但现在他是我的亲人 好 简单地说 我的生活里可以没有你 但是绝对不可以没有他 如果你接受不了 慢走不送 小师哥 菲菲 你 达芬奇还没回来 这桩饭呢 回家休息了 好啊 来 这一个工作的事情 我回头就帮你问啊 那行 好 这么说你们两个 就戳战本了 我倒是想啊 可是初夏 把我无情地拒绝 学长 可你也太小心眼了吧 都过了这么多年 还提 不行吗 我在国外 可是伤心了好一段时间哪 要是这精神损失费 可以用银行利率来算的话 那可是很大一笔 哦 菲菲 如果每次拒绝都要收费的话 我现在已经是第二个别二该次了 但我一分钱怎么样 你是不是特别感动 太感动了 所以 我准备继续让你怎么伟大下去 好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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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初夏 初夏 男人们都走了 现在 就是姐妹的时间了 也就是呢 坦白从宽的时候了 孟初夏 你赶紧收拾吧 说什么呀 班是从天而降的 泰迪学长了 对 如果难是你大学 同学我又不是 你赶紧给我从头到尾 这是错过任何黑暗中的世界 你说你这满脑子想的什么呀 怎么又不是你 我说初夏同学 如果你要再不说的话 那我可就替你讲了 不过呢 我觉得你跟泰迪学长的关系 我也不是很了解 如果到时候 我说的天药加醋 朝一些不太健康的方向发展 那我也控制不了啊 何若南 一个大佳闺秀说这样的话 不太好吧 梦初夏 干吗 好好好 我说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上大学那会儿 泰迪学长就是遥不可及的 学生会主席 而我呢 就是个小小的校刊编辑 李泰迪获得英文演讲冠军 科研新秀李泰迪 李泰迪当选十家大学生 嗯 学姐 嗯 这期校刊关于泰迪学长的内容 也太多了吧 其实也还好啦 这样子咱们的校刊 才会有人看嘛 你说对吧 也是吧 为什么采访泰迪学长的任务 就换成你了 因为我比你更适合 那是我拖了好几个师兄 才让他答应的 你凭什么滥用职权 滥用职权 请你注意一下你的言辞好吗 我是你的师姐 我的言辞怎么了 你师姐就很应该这样子吗 你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吗 我有跟你说过 你之前做的采访 根本就没有人看 大家都不认可你 那你至少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呀 我告诉我 你就这样偷偷摸摸地 就开始进去台湾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也看上泰迪学长啊 我就是看上他怎么呀 你凭什么呀 你以为你是年里了不起啊 看泰迪学长啊 别小气了 看上关你什么事 你们看看自己打什么呀 关你什么事 你以为他会看上你 别吵了 看见学长来了 真的帮我都让他嚷人�를 把杀移出来 我还有怎样的女人